嗨 大家听过了好吗 才去看到我 就开始变不好了呢 我是不客太太 你知道吗 写手帐还可以让你变聪明呢 写手帐能赖一下好处你知道吗 写手帐能够加强你的写作能力 有些人也说可以用外文来写手帐 这样的话顺便还可以提升你的外文能力 第二个 手帐同时也是一个书邦以负面情趣的一个好处 透过写作可以让你倾诉 让你淋清私讯 然后摆脱原本的困境 另外写作也可以当作新式的使用 尤其像图像式的写作方式 可以让你更清楚的了解 什么时候可以拿到 你看写手帐有这么多的好处 时尚女孩 你是不是应该要写一下呢 今天我们推荐 当安 印章组 让时尚的女孩除了写作之外 还可以把你的手帐变得美美的呢 时尚女孩要跟顾跟她一样 每天都写手帐 但是可以变聪明 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里头多少可爱的东西 Kawa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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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超Kawaii的 本来这本本本就是可以教你 就是怎么好好的服用 他的附录送的那个印章来写 你的手帐 可以把你的手帐变得更的更丰富 更可爱 我们来看一下 最后几个呢 有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四四 有十一个 总共一组有十一个 他的材质我本来以为是塑胶的 其实不是 他有点像泡棉 所以他外面这一层黄色的部分 它是软的 就比较软的 我觉得熊猫超级可爱 熊猫 那我们现在就来 实际操作一下吧 首先 这个盖帐 最常盖的地方 就是银河的上面 第二 你也可以盖在自己的手上 当然 顾客太太 不可能只有用这两个方法 来开箱 跟大家说怎么盖印章 顾客太太一定会用 转新 绝对 回衣的方式 来介绍 如何把印章盖上去 那就是这一个方法 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 小花 你觉得如何呢 当然 如果你有时间的话 你可以把整个头 都把它盖满 这样子你就不用去直发了 你说是不是一举两的 是不是呢 我是专门开步的 副客太太 今天纯只介绍你 超 卡维的 一张作 希望你会喜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